《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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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S》上来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Q》卡 特别帅 我觉得大家一上来的那个状态 跟冲击力都特别好 我是觉得这一次的《Shadow》 它的状态 跟第一次我看到它的时候很不一样 然后我很喜欢它这次 整个好像变得更放松 但是整个力度和气氛又更好了 对 然后包括我觉得A这边 有很多的设计从胸口穿出手来 就会有很多惊喜 《Routine Battle》的第二轮 因为用的是《Funky》的音乐 《S》这边呢 《Q》卡做了很多的一些托举的动作 我会给我超出原本的第一轮的惊喜 所以选择了《S》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S》上来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Q》卡 特别帅 就是它没有被大家吃掉 因为大家都很高大嘛 然后反正它很突出 然后我觉得是《S》这边给我的 它们的技巧和招 会让我有惊喜 对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稍微《Funky》的意义的 对 所以说我会觉得这边会更加吃香一点 对 《Ziko》和《Dickens》 就是两个人像是一体的 而且比较厉害的点是 这首歌是很柔美的一首歌 但是整段看下来一直在给惊喜 而且它们的卡点是很高级的 很多地方可能没有音效 但它们感觉此处无声 甚有声的感觉 对 表演上面我打的是十九 是因为我想看《Ziko》和《Dickens》 因为它们的风格都是比较冷静的 我想看一次很奔放的一次的表演 对 AB就是很能抓住大家内心的很细腻的东西 每次你编的作品一出来 心里就很触动 然后你们这个作品是中犬八宫的故事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柴犬 所以我看到这个作品就是 有很多的惊喜 然后很感动 对 请大家现在热身 进行最后一轮的战争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终于轮到我擅长了 今天看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我喜欢 我太喜欢了 好喜欢这作品 想看战争 待会儿马上就来了 马上来了 1x1的战争 这一次我觉得就是 如果战争更多就更好 我很喜欢 他们先订音乐 然后他们先人 然后他们出了以后 我们就对应一个 手类方比较有优势 人的选择上有优势 对也有优势 所以我们先可以看看他们出什么 然后看他们的音乐风格 然后谁比较有自信对于这个风格 我们可以答 好 所以哪个六个人 要选择一人 一人 三 四 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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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由我们的S5 也就是我们的攻方 将选择出战的人是 攻方我们 哪个人 我们 谁想走 我们选择歌曲 我们选择歌曲 你们可以选择歌曲 好 好 大哈利 好 大哈利 祝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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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好狠 他们看B-boy 出来打 长毛巾没有B-boy 我可以吗 这位是B-boy 银续队长 刘雨晴队长 你们将要派出的人是 昂昂 好高 好高 1.50 B-boy 比如说你们也想让那个 昂昂上是吧 B-boy 昂昂愿不愿意 听到那个音乐 我有感觉我可以出 如果你有感觉可以出 因为你出的好处是 很有惊喜点 大家没想到 OK的 我想确定一下 昂昂要的音乐类型是 昂昂你要什么音乐类型 昂昂 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攻击性强一点 这是一种精神 好玩 接下来要出战的是 哪一位 去哪一位 HIPHOP HIPHOP OK BAD MACHINE HIPHOP HIPHOP 好 四位队长 根据刚刚的比赛的结果 有四位橙色毛巾的队员 要调整为红色毛巾 同时有四名红毛巾要晋级 太难了 很难选 真的 因为都太强了 真的没办法硬得选 你有啥想法 我选的是 仔仔 痘痘 猴王和HEROKO 你呢 一波 仔仔 痘痘 Yuki AB 对 我刚刚也在纠结 对Yuki这一轮很好 其实更难的是哪四个人下来 陈毛巾 有 昂昂 卡卡 鱼蕾 我也有这三个 他们三个 OK 你们这个太适用灵犀了吧 还有一个是在想 Sniper和Better Machine里面 Better Machine我觉得 在Battle的状态里面 状态不好 其实Sniper还是帅一点 Better Machine Better Machine 完了云雷 卡卡 可以 OK 同意 我觉得蓝毛巾最重要的是 全力的去往前拼一拼